你小圈动画汉字课 同学们 这里就是服饰艺术馆了 哇 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啊 看那边 还有古代的盔甲呢 真威武啊 哦 这边是古装展区吧 哦 古装 我看是女装吧 都是裙子 什么呀 铁头 那不是裙子 是长衫 中国古代大部分朝代 无论男女 都是穿长衫的 对啊 铁头 你想想课本里的那些古人 嗯 好像是这么回事 太漂亮 太有艺术感了 哥哥 这 这件衣服有什么特别的 小朋友 我看你啊 根本不懂什么叫做艺术 哦 你看这件衣服 哦 看起来虽然很补 但能在这艺术馆里展出 绝非等下之物啊 哦 你再看它袖子上的这个青字 正所谓 两袖清风 正身清新 这也代表了这件衣服的寓意 哦 还有 整个展馆里 其他衣服都挂得整整齐齐 只有这一件 是往展台上随意一扔 我猜是这件衣服的设计师 想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自己崇尚自由 补守束缚的思想 厉害 厉害啊 哎 这人有见识啊 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 可是 我怎么觉得 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呢 哎 小朋友 这么有设计感的艺术品 你都看不出来 只能说明 你见识不够啊 不好意思啊 我的衣服落在这儿了 哥哥 那件艺术品 被宝洁叔叔拿走了 好了 同学们 你们知道老师今天 为什么要带你们来这里吗 老师 我猜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汉字 一定跟衣服有关 哈哈 孟老师 你的套路早就被我们摸清了 同学们都很聪明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汉字啊 正是衣服的衣字 你们看 这就是衣字在甲骨文中的样子 就像是一件古人穿的上衣 经过漫长的发展后 变成了现在的衣字 很多和衣背 穿着有关的字 都是用衣来做偏旁 比如服装的装 口袋的袋 都是衣字底 不过啊 我们更常见的是衣字旁 写成这样 例如 例如长袍的袍 没错 包有覆盖的意思 加上一个衣字旁 通常就是指覆盖在身体最外面的长型衣服 莫老师 我也想到一个 初中的初 只不过这个字和衣服没什么关系 江小牙 你看 初的右边是刀 做衣服的第一步 就是拿着剪刀 对布进行裁剪 所以这个字就有了开始起初的意思 哦 这样理解着去记 可比死记用背要简单多了 嗯 我们学习汉字时 要尽量边理解边记忆 老师 受你们的启发 我也想到了一个 莉莉 你说说看 你们看这个富裕的日子 左边代表衣服 右边的骨代表食物 有衣穿 有良吃 自然代表富裕了 太棒了 莉莉已经能举一反三了 老师 我也想到一个 神仙的神 铁头 你再好好看看 神仙的神 是椅子旁吗 怎么不是呢 你看这个 看这个 怎么少了一瓶 铁头 铁头 神仙的神字可不是一字旁 它是柿字旁 是柿字的变形 嗯 这两个变旁也太像了吧 稍不注意 就得击毁了 不会啊 我就觉得一字旁 和柿字旁 很好区分啊 米小圈 说说你有什么好方法 你们看 一字旁和柿字旁的区别 无非就是最后两笔不一样 而这部分呢 一字旁跟一字很像 柿字旁跟柿字很像 这就很好记了 哇 果然好记了 米小圈 你也太聪明了 嘿嘿嘿 老师 既然柿字旁跟一字旁 长得那么像 那它们有什么关系吗 这两个偏旁 虽然长得像 但关系并不大 柿这个字 原本表示 祭神时用的共桌 所以很多跟鬼神 祭祀 祈求有关的字 大多都有一个柿字旁 比如 神仙的神 礼仪的礼 哦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 跟依附有关的字 一字旁居多 跟鬼神 祭祀有关的字 大多是柿字旁 嗯 没错 这是我们这节课 最重要的知识点 为了让大家 学得更扎实 老师出几道题 考考大家怎么样 好 啊 要考试 答错没有惩罚 答对的话 放学老师 请你们吃冰激凌 好呀 第一题 请问 衣衫蓝履的蓝履两个字 是一字旁 还是柿字旁呢 谁先回答 蓝履 这 这两个字 怎么写呀 不知道啊 老师 我知道 是一字旁 为什么呢 因为蓝履 是指人穿的破烂 跟衣服有关 所以是一字旁 很好 李莉答对了 第二题 祝福这两个字 是一字旁 还是柿字旁呢 嗯 祝福 生日祝福 新年祝福 哎 我知道了 祝福是一种祈求 所以它们是柿字旁的 没错 第三题 被蓝履这两个字 是一字旁 还是柿字旁呢 我来 被蓝和衣服一样 都是不做的 跟衣服关系很大 所以是一字旁 回答正确 下面最后一题 铁头 只有你没回答过了 要加油哦 嗯 为了冰激凌 我一定加油 祈祷这两个字 是一字旁 还是柿字旁呢 柿字旁 这么快 铁头 你都不想一想的吗 嘿 不用想 这两字我太熟了 每次考完试 我都会祈祷 你祈祷什么呀 祈祷能考一百分啊 那你的祈祷灵验了吗 嘿嘿 从来没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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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小春陪你 快乐许日文